好 董老師 美烏事實上也簽署了安全協議 可是美軍現在其實重兵集結在印太 紐約時報才會評論說 美國現在從印太的保姆變成印太的隊友 好的 其實紐約時報有報導說 這一次的G7領袖會議 是歷史上最黯淡的一次會議 為什麼 這幾個末日領袖 比如說拜登嘛 馬上就要選舉美國總統大選 拜登在大多數的民調是輸的 法國總統馬克宏解散他的國會 政治豪賭 眼看的可能會成為頗角的總統 內閣制的國家 英國的蘇納克 日本的岸田文雄 都來日無多 但我沒有想到 這一次的G7會議幹出了大事 末日領袖們幹出兩件大事 第一個 我相信一定是澤倫斯基他非常高興的 美國跟烏克蘭簽了一個十年安全協議 這個應該是美國第一次跟一個還處在戰爭中的國家簽這種安全協議 它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就表示說這場戰爭美國算一份 它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呢 美國有參與 那這代表說美國正式的對烏克蘭的安全承諾 它的重大意義是在這裡 我記得拜登政府過去有說過 烏克蘭跟台灣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對台灣有安全承諾 美國對烏克蘭可沒有安全承諾 那所以這次這個十年協議是幹什麼 證明運動 證明運動 就是說呢 它代表政治上和法律上 美國對烏克蘭的這種安全承諾 好 這是第一個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 就是這個把俄國的凍結的這個資產500億美金 這筆錢呢要先拿出來用 這是大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歐洲的國家 都是這種民主法治三權分立的國家 在這種國家你知不知道 要去凍結扣押 沒收徵用私人財產或外國財產 那個法律程序是多冗藏啊 對不對 可是這一次政治解決 七大領袖坐在一起 好 就這麼幹了 所以它有很豐富的意涵 它第一個意涵當然是告訴川普 對不對 西方國家現在還是團結的 而且凝聚新的力量在對付你 然後呢 用你俄國的錢來打你 簡單的說就是這麼回事 那個錢不是重建喔 那個錢是軍事援助囉 好 第二個第二個含義提醒歐洲 嗯 自己 過去一年來我們都知道 所謂歐洲所謂的烏克蘭疲勞症 對不對 這是一種失敗主義的這個氣氛 非常濃厚 這個各國都累了 筋疲力卷 現在機車人弄了一罐新的能源飲料 對不對 讓你喝下去以後精神百倍重新出發 第三個提醒中國 以後中國對不對 你入侵台灣的下場 嗯 這個對抗侵略的侵略的模式 就已經擺在這裡了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像 如果未來中國 他如果入侵台灣的話 那麼台灣跟美國會不會有什麼新的協議 嗯 這個耐人尋味 第二個你中國要不要去算一算 你全球的啊 你在海外的資產啊 現金有多少 你要不要自己先算一算 好 第四個 當然是在拜登是在提醒川普嘛 嗯 對不對 不要搞這個孤立主義 要負起這個全球領導的責任 不要光想的跟普丁談判嘛 什麼和平解決 現在搞一個十年安全協議 綁住你川普 跟綁住你共和黨嘛 所以說他有很豐富的意涵 好 那再往下剛才談到 紐約時報有另外一篇這個分析報導很值得看 嗯 他的這個名稱叫做美國從印太保姆變成隊友 嗯 然後呢幫助其他的盟國來發展軍事科技 就是說紐約時報的記者那個人叫做凱夫 嗯 他過去他花了一年的時間 田野調查訪問了印太地區國家上百個前任官員跟現任官員 後來他發現他的田野調查 這些包括美國的啦 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的這些官員呢 他們都認為說美國在未來的這種領導能力一定會降低的 無論誰當美國總統都一樣 為什麼呢很簡單 因為美國長年征戰在中東嘛對不對 有阿富汗 有這個伊拉克 還有中國也崛起了 啊你美國自己內部也分裂了 所以說你美國的領導能力可能會被削弱 嗯 那這個記者凱夫呢他自己得出一個結論 所以呢 美國對其他的國家來說呢已經不是一個自信的安全保障者 嗯 也不是那種我美國很厲害 大家相信我吧 不會了 以後不會有有這樣的超級強權的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以後啊這個美國的角色改變了 他不是一個保姆提供你保護傘 不是 美國轉變角色他提供你軍事科技 嗯 更發展 所以呢 大家一起來當區域和平穩定的捍衛者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啊 不只是美國的責任啊 所以包括日本包括韓國 包括我們台灣 甚至包括菲律賓澳洲 大家都是一個印太區域 這個和平穩定的貢獻者 大家一起做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